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由创富宁夏和今日头条联合呈现的关注头条板块 在节目的一开始先来看一看近一周的时间 网友们关注度比较高的财经话题都有哪些 一起来看大屏幕 第一个互动话题 世界前十强的公司到底有多可怕 第二个是怎么利用好信用卡这把利器 第三个是人民币成了全球储备货币对普通人有何影响 首先来了解一下第一个话题 世界前十强的公司到底有多可怕 在过去的一周时间里 这条新闻的关注度达到了252.98万 这个话题实际是网友互动话题 有网友就非常理性的说 强跟大不同 强指综合实力 大指规模和营收 很多公司都是大而不强 这位名叫灭法者的网友提供了一份非常详实的资料 从营业收入排名 利润排名和市值排名这三个角度分别排出了世界前十强企业 通过这三张图表 我们可以看到入围前十强的企业有非常大的差别 因此这位网友也给出了自己的观点 关键还得看其竞争力 毕竟技术垄断强于市场垄断 市场垄断强于行政垄断 世界垄断强于异国垄断 而在他的眼里 通用电器 微软 苹果 摩根大通 丰田 IBM 艾克森 美孚 石油等这些企业呢 可以真正称得上可怕的企业 因为像微软公司 它占据了我们熟悉的电脑桌面操作系统 超过90%的绝对份额 现在又布局于VR AR等新领域 像通用电器公司 它能够凭借一己之力 决定一国的最高工业水准 除此之外 还能在金融等各个领域呢 提供优秀的技术服务 这位网友给出的观点 可以说是有理有据 因而也获得了8100多个网友的点赞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 对世界前十强公司 都会有不同的认知 因而对所谓的可怕 也就会有不同的观点 那么您对这一话题有着怎样的见解呢 不妨也加入到今日头条 一起参加这个话题的互动吧 除了这个话题以外 在过去的一周时间里 人民币成为全球储备货币这条话题 也同样引起了网友的关注 话题引用了理财 金融界等一些专栏作家的评论 他们认为人民币成为全球储备货币后 终于可以摆脱被升值这一尴尬的局面 此外在国际结算中终于可以不再受到汇率的重要影响 由此由汇率变化所带来的风险也就会在一定程度上被降低 当然还有一个观点就是中国人走出去变得更容易了 好的说完了财经方面的话题 接下来我们看看过去一周网友们关注度比较高的三农话题都有哪些 一起来看大屏幕 第一个是中国有33个世界第一 你知道吗 第二个是新农村四大补贴政策出台 每户可拿上万元 第三个是2018年农村土地确权后 土地将集中流向四类人 我们重点来了解一下第一个话题 对于世界第一这件事 也许平时我们并没有特别留意 但系数下来还真不少 据美国一机构研究 日前中国的世界第一条目已经达到了700多个 其中有33个条目是我们绝对要知道的 这33个世界第一分别涵盖了农业 工业 金融 文化 互联网 人口这些领域里 具体的内容分别是我国的粮食产量 肉芹蛋类产量世界第一 鱼叶 芹叶 羊枝饲养 苹果生产和消费 烟草生产和消费 成为世界第一大国 钢铁产量 汽车生产和出口 煤炭产量 鞋类生产和出口 发电设备制造 造船工业 服装生产能力 家具出口 盐液产能 冰箱 空调 摩托车 零 食用油 洗衣机 生铁 黄金 水泥产量 均占据世界第一的位置 此外 中国还是世界第一大消费国 外汇储备 贸易总额 图书出版量 互联网用户 电子商务参与人数 电话用户数都为世界第一 当然 还有一条就是人口总量世界第一 其实这是一条非常有趣的话题 它所涵盖的内容并不仅仅是农业 之所以会成为近一周关注度最高的话题 有网友就解释了 因为中国人多 所以所有与衣食住行有关的产业 产量上必须是世界第一 仔细想想还真是这么回事 那么您对这个话题有着怎样的观点呢 也欢迎您加入到今日头条 一起参与讨论 好了 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再回到今日头条媒体数据库 看看您下网友近期关注度很高的本地新闻都有哪些 一起来看大屏幕 第一个是高铁在宁夏长什么样 第二个是宁夏多家国有单位正在招人 第三个是宁夏启动2016年度4050人员社保申报工作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关注一下宁夏高铁的情况 随着高铁在宁夏开建 它将直接影响宁夏人民的生活 那么宁夏高铁进展如何 其真实面貌又是什么样呢 近日记者来到建设现场用镜头记录了正在建设中的高铁银川东站至机场站 高铁银川东站位于银川南绕城高速以南 唐来渠与永宁快速通道之间 据悉高铁所用的钢筋和水泥制品等均在这里生产 建成后的高铁银川东站周边有湖泊 唐来渠与银川南绕城高速并行 向东前行高铁将在村庄和稻田之上穿行 延伸到黄河岸边并进入机场 进入机场区域高铁将穿行至地下 最后再冲出地面驶向灵雾无中等地 宁夏高铁里程将超过800公里 在国家确定的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中 有两横一纵经过宁夏 分别是金兰通道 青银通道 包头银川至海口通道 另有陆桥通道 蓝广通道一纵一横辐射宁夏 此外 中卫至兰州高铁 包头至银川高铁 保中铁路中卫至平梁段扩能改造工程 太中银铁路定编制银川扩能改造工程 银川至巴延浩特铁路 环线至海源铁路六个项目 也纳入到铁路总公司编制的135铁路建设规划 远期 宁夏还规划了中卫至五威高铁 以缩短银川至乌鲁木齐的高铁距离 四通八达的高铁建设将对宁夏的经济社会发展 提供巨大的保障 同时也扩大了宁夏与外界的经济联系 浏览完了 关注头条板块 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说宁夏板块 清代诗人高顶曾写过这样一句诗 草长应飞二月天 伏地杨柳 醉春烟 在这句诗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万物复苏 欣欣向荣的春意美景 是的 春天是春满生机又带给人们希望的季节 在宁夏十岁山 一位有着82岁高龄的老人 用27年的时间在春天为我们播种着希望 播种着生命 近日记者在宁夏十岁山市见到了这位已经82岁高龄的老人 丁如刚 此时他正在和儿媳妇孙女一同为刚刚放进土里的树苗赔土浇水 或许你无法想象到 这位老人已经连续27年义务植树 到现在他已经和家人在赫兰山下开啃了50多亩荒地 种了近8万棵树 我认为旅发的环境 在旅行条件上生活比什么都好 1936年出生的丁如刚 人是石嘴山矿物局机修厂的一名工人 虽然长期在城市生活 但是他从骨子里是渴望田园生活 1986年 退休后的丁如刚 登哲自行车开始往偏僻的山沟里跑 在赫兰山西坡的正义关附近 发现了山间中的一处泉水 他如获至宝 开始了一种谁也想不到的生活方式 开荒种地 开山造林 只要有水 我认为什么条件都可以改造 丁如刚找到了全属方 兰州军区某部门 1989年3月 双方签订买卖协议 丁如刚买下了这几间房屋和这片荒滩 老伴杨华彩和四个子女全都反对 最终还是拗不过倔强的丁如刚 杨华彩跟着丁如刚搬进了什么都没有的山沟沟里 开始了种树的余生 那一年丁如刚54岁 杨华彩49岁 我说你还来这受这个苦 我说你要办个修理部不挺好的吗 他就说你在这就干嘛 你白眼那个 你受点苦 受点苦 白天两个老人开荒种树 修补房屋 气造累卷 晚上还要防止各种虫子和蛇的袭击 在远离人烟 没有水 没有电 没有暖气的空房子里生活 我们很难想象其中的艰辛 没有路 丁如刚老人就从山下拉来水泥 从山上找来石头自己铺路 为了种树 还开凿了一米多深 几百米长的沟渠 引来山上的泉水 刚来的时候确实困难挺多的 这个地平常是费劲 费劲是费劲 但是我感觉不觉得累 有意思 有价值 整了一块地 我把这个地种上去 我觉得挺有成绩的 几度怀花香 几度夕阳红 渐渐的荒滩变成了凉田 茄子 辣椒 白菜等破土而出 光秃秃的山上也有了绿色点缀 各类果木 苗木 林木 掌势喜人 丁如刚老人告诉记者 这些年光是铁锹和稿头 就不知道被满上的石头费了多少把 自己又不会算经济账 全靠老伴背后支撑 种的十几种蔬菜 既满足了自家吃 还有结语 老伴杨花彩常常带着小儿子 步行两三个小时到火车站 去卖菜 补贴家用 为了节省成本 丁如刚老人摸索着 学会了种树育苗 每年育苗200多株 虽然经历了无数次育苗失败 但是靠着这股不服输的劲儿 丁如刚用双手在正义关种下了将近8万多棵树 老人对植树造林仍然乐此不疲 每天天不亮就起床 放水 浇地 拔草 老人新培育嫁接的静万棵树苗已经成长起来 他和他的家人凭借着一己之力 只为实现植树造林 福音后人的梦想 而看到昔日的不毛之地变成了如今的世外桃源 人们也都形象的称丁如刚老人为贺兰山下的玻璃鱼工 如今老人的小儿子也被感动 夫妻俩带着小女儿一同搬到了这里 三代人共同守护在这片充满希望的世外桃源里 延续着玻璃 护绿 流绿的梦想 好的 节目的最后再来看看近期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新闻资讯 宁夏停止对外贸企业征缴出入境检验检疫费 并暂停对境出口危险品有毒有害货物加倍收取出入境检验检疫费 2013年降低出入境检验检疫费收费标准 简化出入境检验检疫计费方式 2015年起暂停征收出口商品检验检疫费 此次停征出入境检验检疫费将进一步减轻血负担 体现了国家对实体经济扶持力度的持续增强 永宁正午云跑出加速度 永宁现自正午云项目推广应用以来 通过正午云平台累计办理事项31911件 其中各乡镇街道及村社区待办点 累计办理事项2858件 从周车劳顿跑县城到家门口即可办事 从漫长等待到压缩实现办理 一个个可喜的变化 得以永宁县互联网加政务服务的打造 在永宁县原龙村的为民服务待办点 前来办事的赵文静感受到了前后的这种对比 据了解 倪托政务云服务平台建设 永宁县以网上审批为核心 率先建成了即信息公开与查询 网上申报与预审等于一体的政务服务网 办事群众可直接通过民下行政审批 与公共服务事项网进行网上申报办理 由乡镇街道网上审核 部门网上审批决定 是行政审批由传统的逐级书面审核 向流程现实化 过程公开化 全程监督化的网上审批转变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您还可以通过登录宁夏广播电视网 或者是关注川普宁夏的微信公众号 来关注我们 感谢收看 再见